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现职在总部小贩组卫生总督察 我日常的工作是检讨有关小贩管理的事情 包括法例和政策的指引 草意和更新运作手冊和之后的跟进工作 处理和分析各分区不同的数据 还有推行电脑系统的改善计划 近期最具挑战性的计划就是扣置脱身摄录机的计划 最大的困难大约是要在半年之内完成这个计划 最花时间就是我们去研究 将脱身摄录机如何装在身上 听起来其实好像很简单 因为其实制服上不同人都有不同的体型 本身那件制服不是一个很硬的材料 我们要研究怎样可以将脱身摄录机 抛到身上 可以有一个特定的方向 而有一个最佳的摄录效果 最初的阶段其实同事开始用车时 都以为他们要有一段时间释议 随后他们要告诉他们 真的遇到一些怀疑冲突或冲突事件 一开机时 市民真的可以有一个冷静的情况 正正吻合到我们之前在做调查的数据 他们在不同国家其实都是有一个支持 可以是一个缓冲的效果 我是食物环境卫生处高级小贩管理主任 袁绍雄 任职超过27年 前线人员在公众地方进行执法过程的时间 经常都会面对违离者不立作 做出一些故意抗拒的行为 有很多违离人士 他们都会用他们的方法 甚至会撞开我们的同事 令到我们的同事会受伤 在使用了这个随身摄录机的时间 我们面对了冲突或者是争吵 甚至会被纸麻的情况是减少了很多 以前市民会觉得我们的同事 就是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摆出来 都不去执行职务 我想当中会有一些误解在这里 但是现在的批评已经逐步有一个改善 尤其是在政务司副司长领导之下 打击卫生黑点计划 经过我们的同事严厉打击店铺座街之后 现在我们的同事在街上执行职务的时候 公众就开始鼓励 甚至乎多面走近他们面前 我相信公众是看到我们的同事 努力给了一个正面的评价 他们 除新摄录机已经在香港 开始普遍使用 而且大众都对这部机 认为可以为执法人员提供保障 对我们小组来说 是一支很大的强心针 实际上其实最开心就是 很多部门都向我们查询 这个除新摄录机的计划 感觉上是得到其他人的认同 对我们小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位就是我们的同事Jackie 我是Jackie 总部小贩组的高级卫生督察 我是军长的直属下属 我和他一起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 军长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谈判技巧 以及他与人的注视能力 他就好像给我们的印象就像一条桥一样 他往往可以将不同的事业业业在一起 大家就随着一个方向向目标迈进 其实这个除新摄录机计划 要在半年里完成真是极具挑战性 其实当中有一个设计 就很久都没有认识到 我们就要开一个会议 就找了很多同事上来 聊了整个上午 其实大家都意见不一样 好在那次多得阿军sir 他从中滑船 到最后 全部人都可以达到一致的共识 就着那个设计 再做一个进一步的修改 拿到这个奖 我果然之开心 特别是要多谢我以前的同事 我们一起的密密耕耘 其实真的给了很多鼓励和支持我 令到我可以有信心 去继续去 他一路完成我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